挪威士兵背着炸药爬上百米高桥 可他刚登到一半就差点掉下去 看着步枪直勾勾地插在雪堆中 士兵倒吸一口气 调整好心态继续往上爬 三分钟后士兵来到顶端 就在他刚刚安放完炸弹 探出头观察情况时 桥头的德军向他发起猛烈扫射 队友见状向德军展开阻击 战友也在激烈的交火中不停地倒地 士兵赶紧顺着桥梁向下撤退 可德军的机枪手早已将他锁定 密集的子弹从他的身边擦身而过 他不得不躲在桥梁后面 下面的队友等待熟娘 但迟迟未见他下来 由于德军的猛烈攻势打掉 两名战友的尸体从上面滚了下来 队友躲在桥梁后面 根本故不得确认桥上战友的死 在情急之下士兵点燃了导火索 此时指挥官下令撤退 大家匆忙向后方逃离 而德军就在士兵的头顶上发起了冲锋 他们没有发现桥下士兵的位置 士兵赶紧顺着桥梁向下爬 而导火索已经快要点燃炸药 眼见来不及爬下去 紧急关头士兵只好纵身一跃跳 好在有厚厚的积雪做缓冲 士兵并没有受伤 而下一秒桥面发生爆炸 这是二战时期真实发生的事件 血战纳尔维克 这也是挪威境内唯一一次 让希特勒失利的战役 1940年4月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立国 挪威北部的一个纳尔维克小镇上 那里是内粹德国希特勒战争机器 也是所需要铁矿石的来源地 德国军火制造使用的铁矿石 有86%来自于瑞典 矿石先是用火车运过瑞典边境 然后再从挪威的纳尔维克运出 英国和德国又同时在挪威装载矿石 这让纳尔维克港成了双方的必争之地 为了平息战乱 挪威不得不派出中立军前往纳尔维克小镇驻扎 但万万没想到几一天的时间 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撕下了武装 4月9日晚 德国派遣十艘驱逐舰 运载2000人突袭占领纳尔维克 挪威军团接到命令 当即赶往码头阻止战乱 双方剑拔弩张 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 挪威上校为了顾全大军 孤身前去与德军交涉 经过几轮谈判上校屈服 他乖乖交出了自己的配枪 大家不解为何要坐以待兵 但只有上校心里知道 他正在谋划着一盘大气 因为预测到无力阻挡德军的进攻 纳尔维克一旦被占领 他们就将铁桥炸毁 切断铁矿石的运输线 可上校千算万算少算了一步 德军的行军速度如此之快 他们率先到达铁路线 虽然大桥成功被摧毁 但自己的手下被俘虏数名 甚至连执行任务的比例也未能幸免 几名挪威战俘吃力地拉着弹药箱 一旁德军悠闲地踩着雪橇向前滑行 但他们还没意识到危险 正悄悄逼近 很快大家来到德军所在的战壕 一些战俘在一箱箱的搬运送着弹药 而有一些战俘则坐在那里准备躺平 他们已经被压榨地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但很快他们就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机 空中的法国战机 已经开始对德军战壕进行大规模轰炸 一个战俘想要趁乱逃走 却被德军士兵一枪击毙 比例的战友见状想借机逃走 可还是被德国士兵发现 就在他要开枪之际 比例一个猛哭将德国士兵扑倒在地 两人经过一番缠动 占据优势的德军亮枪的站起身 他将子弹上膛 可下一秒 德军士兵倒在了法军的枪下 法军及时赶来 比例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很快在挪威战俘和法军的配合下 他们解决掉战壕里的所有敌人 正当他们为这场胜利感到高兴时 比例发现一名德军还在蠕动 他连忙将气翻过身 发现这名士兵正在胸前翻找着什么东西 他拿出来一看 原来是一张母子的合照 这不禁让比例想到了自己的妻儿 其实他的妻子拉姆 也在经历着一场死里逃生 由于纳尔维克被德军占领 德军开始大肆捕杀英国官员和间谍 拉姆所在的豪华酒店被德军控制 他刚巧拯救出了两名英国官员 拉姆将两人藏在海边的一处小屋内 与此同时他得知了丈夫贝福的消息 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时 德国领事找到他请求帮忙做翻译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精通德语的人 而拉姆趁机请求领事 协调德军放了自己的丈夫 领事答应他会想办法 转天拉姆便来到木屋 英国领事知道他与德国人来往密切 想让他打探德军在纳尔维克的军事部署 说白了就是给英国当间谍 并表示英军正准备进攻纳尔维克 可以解救他的丈夫 只要能让丈夫安全回来 拉姆便果断同意 第二天他在给德军指挥官送饮品时 无意中发现了抽屉中的军事部署地图 他并没有做什么 只是淡定地先行离开 等回到房间拉姆打开窗帘 发现英国军舰向德军发起猛烈炮击 多艘德军军舰遭到毁灭性打击 而屋内的德军指挥官正匆忙赶去战场 这正好为拉姆创造了机会 于是他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指挥官房间 一比一画下了整个城防图 英国领事对此很满意 即刻把重要情报发了出去 并答应拉姆会尽快救出他的丈夫 炮弹就在他眼前落下 拉姆跌跌撞撞地跑回家 此刻家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他的父亲在爆炸中被砸死 拉姆来不及多想 在婴儿车下找到了受伤的儿子 儿子胸口被弹片击中 好在伤势并不严重 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出现生命危险 此时的拉姆感到无助 而战争带给他们的伤害远远没有结束 另一边得救的比利与摩维员会合 他看着远处硝烟弥漫的纳尔维克小镇 不知道自己家人现在怎么样 少校告诉他想要回去就跟着盟军部队 他们将在三天后从海面上发动登陆作战 1940年5月13日 在纳尔维克伊北海岸 盟军发动了开战以来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 在海军炮剑的掩护下 法军和挪威步兵乘坐登陆艇向目标冲击 交给比利的任务 就是让他摧毁德军隐藏在山上的重型榴弹炮 登陆艇冲到岸边 盟军并没有受到强烈的抵抗 指挥官一声令下 他们全部向山上发起冲锋 只要越过这座山 就可以顺利解放纳尔维克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在摧毁大炮的过程中 比利遭到了德军猛烈阻击 在敌人密集的子弹下 他们这支挪威军瞬间被打得溃不成军 纷纷向后方逃窜 比利明白硬刚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熟悉地形的他 带领两名队友从山后小路摸上去 一轮射击打得德军措手不及 之后三人悄悄潜入隧道 与德国守军展开激烈的交锋 等干掉所有守军后 比利成功炸毁大炮 而外面的盟军被德军的机枪堡垒 压制的寸步难行 关键时刻比利三人成功绕后解除危机 帮助盟军向山顶发起冲锋 纳尔维克港的最后一个高地被占领 这里重新升起了挪威国旗 当凯旋的比利回到家中时 发现这里早已变成断瓦残垣 好在他见到了昭斯木响的妻儿 可妻子拉姆正带着儿子准备逃离这里 原来他之前未救回兵临死亡的儿子 向德国人透露了英国领事的藏身之处 以换取德军军医的治疗 这导致两名英国外交官被枪杀 比利得知后愤怒无比 这分明是挪奸的行为 话音刚落 德国公军的毁灭轰炸不妻儿子 比利赶紧抱起儿子躲了起来 等到轰炸结束 整个小镇几乎变成废墟 比利看着这一切选择让妻儿离去 家人离开时比利审慕不 选择和军队站在一起 他们不能撤 因为法国已经投降 英国的军舰也离开了挪威 现在能保家卫国的人只剩下他们 妻子带着行李来到码头 可刚踏上去就被人推倒 那人扬言要把他扔进海里 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拉他一把 那一秒他可怜弱小又无助 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 只知道他是挪奸 所有人都对这个女人恨之入 就在他满腔委屈无处倾诉时 一个温暖的手臂突然出现在眼前 这人正是他的丈夫比利 比利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妻子的事迹 他决定脱下军装陪伴家人 最后一家人登上了史离纳尔维克的渔船 虽然挪威投降 但因为他们的存在 挪威也变向了淫望 纳尔维克战役 被视为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次战败 这也是希特勒遭遇的第一次失礼